屬兔的觀眾朋友急胸殘半 不宜變動 而是給你三顆心 屬兔的觀眾朋友 2022年急中有胸 運勢選擇是 如果你走對的路就會往急走 選錯的就會往胸走 虎年在工作上會對自己比較嚴格 所以你需要用比較放鬆的心態 來看待你工作上的任何事情 如果心情太過緊繃 反而容易 會讓自己在工作上的得失心太重 其實你已經表現得很好了 不要再過度要求完美 另外想變動公司的朋友們 虎年先緩緩不要衝動形勢容 財運方面好好理財 會有好的成績 那老師也建議你多穿 綠色系的衣服 或者多吃綠色系列的蔬菜水果 都可以幫助你整體運勢加分喔 好 來來來 2022年身邊有沒有合適的對象出現 我相信我們很多的網友 不管是什麼星座什麼生肖 我們都想要知道這個部分 來我們請我們主持人ABCD選一個 我好害怕 我選B 你選B 對 我們現場的攝影師啊什麼都可以選 這位 你選什麼 豬 好 有人選B 有人選豬 我們直接看答案好不好 好 老師等一下 網友如果要選牌的話有什麼PayPal嗎 我跟大家講喔就是說 你可以在看這個牌的時候 你覺得哪一個畫面特別的膨脹 或者說哪一張牌特別的亮 其實都一樣喔 但是有些人會覺得那個牌的 或是那個花色會更膨脹更立體 那我要重選 我看到一個更膨脹的牌 真的嗎 對 我想要選C 我也是覺得C有膨脹的 好 對 我就覺得C有膨脹的 還是我們這個角度的問題 我不知道 C真的比較膨脹的立體 對 推薦大家 我選A 你要選A 換答案 好 我選A 好好 那我們重新都已經設定好了 好 我們先看A來 看A的部分 來 A 換的正確喔 幸福指數是100分喔 身邊有沒有合適的對象出現 代表是有喔 而且是兩小無猜 幸福洋溢 這個對象呢 應該年紀比你小 你有嗎 沒有 沒有 我真的只要被帶殘 哈哈哈哈 那馬上可以認識一個 所以A的部分是非常好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B的部分 B的部分呢 是幸福指數是90分啦 但這個對象呢 就是年長的對象喔 年長對象不要錯過 那麼姐弟戀啊 或者是說你這種 就是跨越度比較大的 這個年紀的部分的話 其實是很不錯的 因為這張牌它代表說 你內心裡面喜歡一個 比較沉穩的對象 可以照顧 對 可以照顧你 對 而且你也比較喜歡 對方成熟的表現 好 我們來看一下C的部分 好 欸 不錯喔 是幸福指數80分 是追回舊愛 破鏡重圓喔 那麼選到這張牌的朋友 代表是說 你現在呢 內心裡面可能會有一個 舊愛的 拼圖在內心裡面 或是舊愛的一個 太赤裸了吧 舊愛的回憶在內心裡面 如果你現在是 舊愛 啊 他剛剛選 他剛剛選C啊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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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 好好 繼續 所以在今天晚上 我覺得是一個奇蹟的時刻啦 如果說你很想跟舊愛打個電話 或發個簡訊 你又選到這一張牌的話 我覺得還是可以加強你的信心 勇敢一點好不好 好 給你五分鐘 好 好 我們看一下第一 好 欸 幸福指數是70分喔 是主動出擊喔 攻克情敵 代表呢 選到這張牌代表說 你內心裡面此刻呢 有一個情敵的出現喔 你要呢 更主動一點 更大膽一點 更激烈一點的 去捍衛你這份感情 那麼你的感情才能穩定下來 是有兩個人在搶的意思 對 就是比較是說三角戀情 或者是說你覺得是說有一個情敵呢 在你們之間做一個做梗啦 讓你覺得是說戀愛的不順利 那麼選到這張牌呢 給你一個鼓勵啦 就是要主動出擊 那麼你才能夠擄獲幫心這樣子 好 那我知道了 大家知道了嗎 好 我這個非常的情緒 還沒有辦法回身 好 那我們來看第二主題 怎麼了 真的不錯耶 2022年會不會是我的婚姻年這樣子 對你也太好了 老師 這個有限單身嗎 我覺得啦 就是說喔 不管如果是單身的朋友 當然也可以選喔 那麼交往中的更要選 那麼婚姻中的也要選 婚姻中也要選 因為呢 有可能 再找到第二春 那我們就給大家想 2022年會不會是我的戀愛或婚姻年啦 婚姻年 好不好 我們來 我選B 你選B 那我不敢跟你選1啊 為什麼 我選A 我選A 好 其他的那個觀眾朋友呢 我們現場的人都可以選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2022年會不會是我的婚姻年啦 我們就來看A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A 好運指數是50分 我剛剛選A嗎 對 你選A 你選A 好運指數只有50分呢 因為這張牌呢 是陶螺牌當中的月亮牌喔 月亮牌的出現呢 代表說 關於婚姻的這個目標 可能並沒有強烈的共識喔 或者是說你跟對方之間 其實就是只是一個曖昧關係 並沒有就是 談戀愛非常的穩定 所以選到這個牌的話 那代表說 今年呢 2022年可能不是你的婚姻年 那如果是在婚姻當中 有人是他們的婚姻不太 如果婚姻當中選到這張牌的話 代表是說你們之間 夫妻之間的情感 可能會有一些 這種就是說 波濤 波濤 或者是說會有一些這種 不信任的問題 對 或者是會產生一些懷疑 因為月亮牌的代表是說 對方並沒有很真實的 在你面前 談露他的內心了 所以這對於婚姻當中的朋友來講 他是一個警訊 好 加油了 我們看一下B的部分 我可以喝一點水嗎 我想離開 沒想到你 我想 還是 OK加油 還是我要先離開這裡 好運指數30分 但是我跟你講 這個牌面還是比我好 為什麼 因為它代表說你內心不想嫁 喔好啦 好啦可以啦 可以啦 可以啦 可以 女技師喔 女技師她呢 她是一個專注於工作的牌 專注於自己的事業的牌 那麼對於婚姻的部分 可能在這個時候跟你講 你可能覺得說 哎呀這個事情 離我還比較遙遠 離我還太早了 我可能工作都還要再衝刺了 所以呢 它代表是說缺乏共識 那有可能有潛藏的危機這樣子 你覺得可能父母不喜歡這個人 也不一定 OK 好我們趕快進入下一張 來看一下C的部分 恭喜我們的觀眾朋友 好 我們的觀眾朋友呢 選到C的部分是好運指數是100分 是長輩喜歡喔 促成良緣喔 這個太好了吧 真的 就是說長輩都很支持你們的交往跟相處 如果說選到這個的話 2022年呢趕快把彼此定下來 因為是一個圓滿的時刻 好 我們來看一下D的答案 也不錯喔 也很好 好運指數呢是90分 建立共識呢穩定的基礎 這張牌是討論牌當中的正義牌 代表說彼此呢是誠實的 而且有共識的相處喔 我覺得呢我們在婚姻的這個部分 兩個你知道嗎 單身的在這個時候 對 還要上班工作 沒錯 人家談戀愛都已經去 也是啦也是 所以我們覺得好運還是屬於觀眾朋友 大家要珍惜你的身邊 真的